最近出現了一款新的惡意城市WireLurker 專門是針對Mac電腦以及iOS裝置來發動攻擊 竊取資訊 發現這個城市的資訊安全公司就表示 它很可能是來自於中國 而且受到侵害的民眾 也主要是中國大陸的蘋果用戶 目前已經感染400多個MacOS應用程式 受害者達數千名以上 蘋果公司就表示已經採取了行動 阻擋受感染的應用程式 被啟動